哈喽大家好我是光哥 最近一段时间呼伦贝尔也发生疫情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旅行团全部都取消了 我们自己现在也是留在了恩和俄罗斯民族乡 这个地方它相对来说离大城市比较遥远 人少地广在这里留着是比较安全的 现在我们没有团了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空前时间 那今天我就打算出来再去钓钓鱼 我们现在是来到一个两河交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关键我看到这个河边这也是有一些水草的 那水草是比较利于鱼躲藏的 而且我们可以打一点窝料 看看能不能引诱到一些鱼 我们就在这一片位置我们试钓一下 已经过了十来分钟 刚刚回去拿了点东西 现在应该是窝已经发好了 我们下去试一下 第一杆看看会不会有鱼咬 现在用的依旧是拉尔 好像一下去就有鱼咬 第一条 第一条柳根上来了 体型不算很大 但是非常健康的一条柳根鱼 整个钩子都吞进去了 上面正好残留了一丢丢 所以丢丢肯定还能继续掉 一放下去就有 可见我的窝今天打得非常的成功 底下一定已经锯了很多的柳根鱼了 放下去就有 定个小目标 钓它个一百条 又来了 不大 哇 这条大 这条比较大 我 我 想回到那个夏天 沉迷在天边吹过眼前 但脸下也像空里侧脸 又记得清风辽薄新鲜 树下的味道是你微笑 我碰着月亮偏来无恙 去更远的地方 见更远的光 吊 旋拉脱了 得稍微用一点点力气赐鱼 不然的话鱼还是会跑掉 下面有很多的鱼 基本就是刚刚都有 上鱼的速度非常之快 接连上了几条 非常大的柳根 这个也不算非常大 但是体积已经算相当不错了 都是这样的柳根 很快就能钓过一盘 好了 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因为小鱼现在还要我回家吃饭了 所以咱们现在就不钓了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如何 这是今天钓的一兜鱼 咱们把它倒出来 看 一大兜非常鲜活的柳根 这是一种冷水鱼 非常非常的好吃 今天的收获一百来条 还是相当不错的 现在我们准备收工回家 我们要去吃鱼了 看我身后这个小院子 非常不错吧 这个就是我们在恩河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非常非常棒 昨天我不是去哈尔河 钓了这么一大盘的柳根鱼 昨天现在没事数了一数 有将近一百条 用盐腌了一下 今天我们就把它油炸酥脆 今天用的是我常用的电陶炉 那电源呢 还是用的 咱们经常用的这个电小户外电源 一千瓦这个额定功率以内的电器 都可以用 它除了说有220伏的输出 还有这种直流的输出 还有这种点烟器的输出 我们经常在路上呢 就用这个电小户外电源呢 来做一些简单的野餐 包括给飞机充电呢 给手机充电呢 都是相当实用的 我们的锅已经热了 给它加上油吧 稍微还是有点点那个溅出来哈 因为这个鱼身上有点点水 我也没有那个吸水纸 这个油温啊 可能还没有达到一个 火药的程度 就炸的还不够酥脆 嗯 还不够 第二锅鱼又出来了哈 这一次呢 我因为我用了比较高的油温 它已经全身有点焦黄的感觉 尤其是这种比较小点的鱼 它已经完全是酥脆了 嗯 这才是我要的效果 完全酥脆的鱼 非常好吃 好吃吗 好吃吗 还要睡觉啊 就是因为这锅鱼快醒了它 不然它都不愿意醒了 好吃 来继续宝贝 先拿下来 嗯 看它放在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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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